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迪萨德战车的哥哥迪萨德飞艇 这场比赛7个真人 1个人机 那么迪萨德飞艇这个车是通行证的车 也可以说是通行证最强的车之一了 我其实觉得可以把之一去掉 这场比赛还有另外一辆迪萨德飞艇 这个车的话它定位是一辆领跑车 领跑非常强 而且的话这个车的后缀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这里的话咱们开局 后面迪萨德飞艇跟我抢领跑 你抢得过吗 朋友 咱们这里的话运气不好 都给我白云 这个车的核心道具就是普通护盾 普通护盾防御成功会给你红盾加速 红盾防御成功再给你超级弹气 这个车使用普通弹气也会高概率给你超级弹气 以及被闪电金蚊子等各种道具命中的时候 也可以拿到超级弹气 所以说这个车保证了它的后缀和领跑 那么在如今基本上是道具环境 已经变成竞速版本的情况下 这个车依旧是能上位 所以说这个车还是比较保值的 看一下 目前的话我处在第六名 这里普通弹气用掉给我超级弹气 然后射出超级弹弹 那比赛的话是来到第二圈 那周瑜车咱们直接反超它 看一下 这里的话贴墙贴一下 前面的话我反超这个迪斯 没有反超 它也反超了这里 好 那么这里射出普通导弹 看一下这里的话 而且这个车是高概率防御普通导弹和超级导弹 所以说这个车的防御也有 当然这个是通行证的车 所以我觉得本身还是非常的不错 那这里的话咱们放出这个文字 看一下文字命中了 这里的话咱们复卫18岁的反应 看到没有 18岁的反应又回来了 那么咱们普通弹气冲一下 手中有个超级弹气 这里的话咱普通导弹射出去 超级弹气往前冲 看一下这里的话闪电命中 我又可以拿到超级弹气 这里复卫再吃到一个 放出超级弹气 放出路障 留一个护盾 那比赛时来到最后一圈 目前的话我再次拿到领跑的位置 看一下 这里领跑能不能领到最后 因为这个车的领跑还是很强的 只要主要是怕这个狮子连弹 对吧 那后面有人吸我 看一下这里的话咱们护盾先用掉其中一个 红盾在手中又给我超级弹气 然后这的话 护盾在手中 往前冲 这里的话红盾加速 手中有两个白盾 看一下能不能领跑到最后 这里白盾守住 然后红盾加速往前冲 看一下 但是这里吃到的狮子连弹 我只能守两个呀 他后面三个狮子连弹 全打在我身上难受这一波 看一下这里 陈老师被强行打了下来 但我手中还有个白盾 那前面的话咱们吃到一个水加弹 水加弹这个有点扔了 有点扔早了 但没关系 咱们红白盾加速 产生的红盾加速 前面这个车打得下来 但是后面周渔车 不是周渔车 是个武士车 差一点点 这个武士车最后确实是屌 这个没办法 确实没办法 它这个狮子连弹进攻实在是太凶了 但是也是尽力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迪斯沃德飞艇的话 在如今的版本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上分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车还是比较保值 好行 咱们给大家看下一个视频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把 那这一把的话是有两个武士 那么迪斯沃德飞艇 在以前的版本当中 领跑还是非常不错的 哪怕有海德拉在 因为那时候还有出了大眼观 这个宠物可以防这个沼泽水袋 但现在有武士车在 那它是克制一切领跑车 大家这一场的话 就能非常充分的体现出来 开机的话咱们双吃 给了我什么玩意 给我两个护盾行不行 那这的话呢 看下咱们叠叠人掉 吃到一个护盾 护盾守住后面的狮子连弹 红盾加速往前冲 前面的话 咱们直接吃到双吃两个护盾 陈老师手足非常快 直接红盾再加加速往前冲 看一下这的话 又吃到一个弹 一个护盾 咱们超级弹气往前冲 前面的话呢 运气不好吃到一个白云 那这的话 咱们护盾守住 后面有三个狮子连弹 活生生是被打掉了下来 但是没关系 我还是保持领线 但是这里又是狮子连弹 又是导弹 哎呦 刚落地 又是火 那个火焰弹 哎呦 我的天呐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活生生 被这个狮子连弹打下来的 如果说 没有被狮子连弹打下来 我有可能就这场比赛 就一直零跑到最后 真的不开玩笑 这个车就这样子 但是确实是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克制 任何没有克制 狮子连弹的东西 那所以说 非常难受 这里呢 咱们放出两个门子 所以说 咱们这场比赛 还是看一下能不能获得前赞 因为这个车真的零跑 零不了 不是说零跑 零不了 因为有50车在 他零不了 是吧 好 这里的话 咱们手中有个护盾 这个护盾的话 是这个车的核心道具了 咱们这里护盾直接用掉 让红盾加速往前冲 看一下这波什么都没吃到 那前面的话 我这里目前是处在第二第三名 看一下这里的话 吃到一个普通弹气 那我使用普通弹气 高概率给你超级弹气 所以说这个车的后追 是可以保证的 那这的话 这个普通导弹呢 咱们现在不反达 因为我现在受到大魔王的攻击 不想反达 这得复一复一下 调整一下车尾 但吃到狮子连弹 看一下 现在目前我处在第六名 现在落后比较多 咱们还没有机会追上去 双吃 放出水炸弹以及超级导弹 看一下 水炸弹和超级导弹 好像都是命中的是吧 这里吃到一个普通弹气 往前加速加一下 然后宝宝给你 啊 蚊子使这些手术两个 这里的话咱们 克金的面罩 守住这个白云 啊 那这里的话 咱们有个护盾啊 看一下最后面打我 来打我 好 非常不错 咱们护盾用掉 直接红盾加速往前冲弹 这不被闪电给定住了 哎呦 难受 咱们超级弹气往前冲弹 这个周围身上有个护盾啊 它就是使用护盾的时候 就是再给你红盾的效果 它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小间隔 是断掉的 所以说为什么那个红盾 没守住闪电 对吧 它并不是等于说是 这个应该你们明白 就中间是个小间隔切 也就是说 其实它可以破掉的是吧 非常不容易的 现在的这个版本 确实非常难打 我真的 真的很难受 但这个迪搜的飞艇 确实还是不错 还是可以用来上分 行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